探訪方蘭山國軍單身退園宿舍 台北市場柯文哲和榮民伯伯共餐話家常 還送上麥片保溫品等慰問品 感念他們對國家的奉獻 你們都有兩個身份 一方面是榮民 一方面是我們台北市的市民 那作為榮民你知道 我知道軍方對大家的照顧都很好 那作為台北市的話 我們也是天天看看大家有什麼需要你知道 台北市的公務員要開始心態要轉變 我們要從管理的團隊變成服務的團隊 為了爭取台北市長連任 柯文哲九月份開始一系列搶工軍工教選票動作 包括出席秋季中列鎮 釋出五萬多個兼職工作機會等 都被外界解讀是在挖籃營票倉 對台北市長來講反正都是市民 市民我們該做還是要做 我們來管理籃籃綠的 該做都要去做 長輩們一聲奉獻軍旅建設台灣 他們既是榮民同時也是台北市民 柯文哲強調只要長輩們有需要 市府就有責任和義務 提供全方位的照顧 讓大家安度晚年生活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劉翔廷採訪報導 判斷採訪報導